这个故事你要听一下 能帮助你迅速的了解儒家道家还有佛家思想的区别 仓物如是道三家的智慧精髓 楚王啊有一次出宫打猎 路上呢把宫给丢了 下人们找了一大圈也找不见 楚王就说 无需挂碍 楚人得知 意思就是不用操心了 反正也是被我们楚国的子民给捡走了 哎 这说明楚王的心里面能装得下楚国的子民呢 但是孔子怎么说呢 无需挂碍 人得知 这里面呢就把楚国给去掉了 也就是你不要分别这国那国 天下都是一家 所以呢 儒家的思想 他强调以人为本 人人平等 那老子他怎么说呢 无需挂碍 得知 你看他把楚国和人这两个词都去掉了 意思是说 谁捡到这把宫都一样 哪怕是猴子或者是野狗 供他们拿去玩耍或者使用 也是功德一件呢 所以啊 道家的思想 他突破了人的界限 他强调道法自然 天地万物都是平等的存在 你不要有什么高低好坏的分别性 否则呢 就会出现争夺和杀戮 所以呢 老子的思想呢 是中国文化的重大突破 他强调宇宙天地万物都是平等和谐共处的 那最后看佛陀他又是咋说的呢 无需挂碍 无所失 也无所得 佛陀把楚国 人 还有公 都去掉了 也就是告诉你 你要放下事物的名相 了物事物的空性 这把公呢 同样有生有灭 有德有失 之前你得到了 今天你丢失了 这都很正常嘛 因为缘分你得到 也是因为缘分你失去了 所以呢 事物都是因缘和合的一种幻想 不要产生执着的念头 如果因为公丢了 而产生了愤怒 甚至责备 那就是自己做了 因为你楚王出宫打猎 是为了游乐的吧 是为了开心的吧 没有必要因为一张公 把自己的心情搞砸了 不是吗 这就是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的境界了 听完了 你对孔子 老子 还有佛陀 这三位智慧大师 有所了无了 欢迎评论区交流